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家族传统 百年战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欧洲的大家族 法国的瓦鲁瓦家族和英格兰的金雀花王朝 这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就像是两个邻居争夺一条界线上的苹果树 只不过这次争夺的是王冠和领土 起因是这样的 法国国王查理斯是在1328年去世时没有留下直系男性继承人 这时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跳出来说 嘿 我妈妈是查理的姐姐 所以我应该有资格继承法国王位 但法国人说 不行 我们有个叫萨利克法则的东西 女性和他们的后代不能继承王位 这就好比是你告诉你的邻居 即使他的苹果树的枝条伸到了你的院子 掉下来的苹果也不归他 这场战争在1337年爆发 当时爱德华三世宣称自己为法国国王 这就像是你穿上邻居的睡衣 站在他的门前宣称这是你的房子 随后 两国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拉锯战 战争期间 英格兰人在克雷西 波瓦捷和阿金库尔等地 赢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 这些胜利就像是在邻居的院子里种上了自己的国旗 但是 法国最终在1429年迎来了转机 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贞德的年轻乡村女孩 他声称上帝指示他去拯救法国 并且他真的做到了 他领导法国军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这就像是邻居家的小女儿 突然变成了一个超级英雄 把你从他们的院子里赶了出去 最终 百年战争在1453年结束 法国赶走了英格兰人 保住了自己的王冠和土地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它还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早期现代时期的开始 它改变了战争的方式 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兴起 并且让两个国家都意识到 有时候 和邻居和平相处 可能比争夺界限上的苹果树 要来得更有利一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长弓的威力 克雷西与波瓦杰的决定性战役 当然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中世纪 那个铁甲与荣耀的时代 今天 我们要聊的是长弓 不是那种用来拉小提琴的弓 而是那种能让一位骑士 从马上掉下来的那种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长弓的身份证 它是一种大约六英尺长 差不多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使用硬木 通常是紫山 制成的大号弓 这种弓不仅射程远 而且威力大 据说能在200码 大约180米 外穿透铁甲 想象一下 你穿着重达50公斤的铁甲 以为自己安全地像坦克 结果一支箭 就把你的自信心和你一起射穿了 这简直是中世纪版的现实大脸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克雷西 克雷西和波瓦杰 这两场决定性的战役 这两场战役 都是百年战争期间的英法对决 英国人在这两场战役中 都打出了漂亮的逆袭 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 英国国王爱德华 三世带领着他的军队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长弓手 法国人可能是起床气没散 或者是前一晚喝多了红酒 总之 他们高估了自己 轻视了英国的长弓手 结果 英国的长弓手 像是在参加射箭比赛一样 一波又一波的箭语 让法国骑士们纷纷 中箭落马 这场战役成为了 长弓在战场上 威力的一个经典展示 十年后的1356年 波瓦杰战役 再次上演了长弓的神奇 这次是爱德华的儿子 黑太子爱德华领军 法国人似乎还没 从克雷西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又一次被长弓手 打得措手不及 黑太子的军队 不仅成功击退了法国的进攻 甚至还俘虏了 法国国王约翰二世 这不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简直就是中世纪版的绑架大骗 这两场战役 不仅展示了长弓的威力 也改变了军事战术的发展 长弓的成功 使用证明了 步兵在对抗中骑兵时的潜力 同时也预示着骑士时代的终结 从此以后 长弓守在战场上 就像是那个总能在派队上 抢尽风头的人 而骑士们 则变成了那个只能在角落里 默默戳引着自己的骑士荣耀的人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张长弓时 不妨想想他在历史上的辉煌时刻 以及他是如何让一群穿着 昂贵铁甲的骑士们体验了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的感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玫瑰战争的铁血与王位争夺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英国历史上最像肥皂剧的一段 玫瑰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铁血沸腾 还充满了权力的争夺 简直就是中世纪版的权力的游戏 首先 玫瑰战争 1455至1485年 并不是因为两个贵族家庭 对玫瑰花的颜色喜好不同而起的争执 而是英格兰两大家族 兰开斯特家 红玫瑰 和约克家 百玫瑰 之间为了争夺王位而引发的一系列内战 这场战争的起因 可以追溯到百年战争末期 当时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 精神状态不稳 政治能力也堪忧 这就给了有野心的贵族们一个机会 亨利六世是兰开斯特家族的一员 但他的统治能力弱的 就像一块豆腐 稍微一碰就碎 这时 约克家族的理查德 公爵 看准了机会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王位的渴望 就像现代人看到免费WiFi一样 战争开始了 双方你来我往 打得不亦乐乎 这场战争中 最著名的一战 是1471年的巴尼特战役 亨利六世的妻子 玛格丽特领导的兰开斯特军队 与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交战 玛格丽特是个铁娘子 她在战场上的表现 可以用狠来形容 但最终还是败给了爱德华四世 因为爱德华的军队不仅人多 而且战术犀利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切菜一样 把对手切得犀利哗啦 最终 玫瑰战争 在1485年的波斯沃斯战役中画上了句号 这场战役中 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 都多击败了约克家族的理查德三世 理查德三世在战场上英勇战死 据说他的最后一句话 是我的王国换一匹马 这句话后来被沙士比亚用在了他的戏剧 理查三世中成为了经典台词 亨利都多登上了王位 成为了亨利七世 他通过取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 将两个家族联合起来 建立了都多王朝 这就像两个互相竞争的大公司合并一样 既解决了争斗 又创造了新的商业帝国 玫瑰战争的故事告诉我们 中世纪的王位争夺就像一场没有规则的拳击赛 每个人都想要成为最后的赢家 而历史 就是那个站在角落里 记录一切的裁判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来探讨都多王朝的八卦和秘密 别忘了 历史总是有趣的 只要你愿意去挖掘它的故事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聊百年战争 长弓和玫瑰战争 这些都是中世纪历史中的精彩故事 百年战争的起因 是法国和英格兰两个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 而长弓的威力 在克雷西和波瓦捷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而玫瑰战争 则是英国历史上最像肥皂剧的一段 两个家族为了争夺王位 打得你死我活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一堆年代和事件的堆砌 它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和权力的斗争 而我们作为观众 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 争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有时和平相处 可能更有利 另外 历史也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不变的 权力会转移 人的命运也会改变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百年战争 长弓和玫瑰战争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观点 想要分享吗 是不是觉得 这些故事有点像现代的肥皂剧呢 留言给我 让我们一起探讨历史的奥秘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 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六度调酒大师 帮你扬身定做精美鸡尾酒 登陆或注册六度世界 选择机器人小图标 再选择六度调酒大师 就可以开始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鸡尾酒设计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你希望做一款什么主题的鸡尾酒 例如浪漫 清新 神秘 热情的 浪漫 好的 我们将为你设计一款浪漫主题的鸡尾酒 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鸡酒 贝斯是狼母酒 金酒 龙舌兰 福特加 威士忌 白兰蒂 葡萄酒 还是其他 狼母 好的 狼母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可以带来甜美和热带的风味 第三个问题 你喜欢哪种口味的鸡尾酒 比如 甜 酸 苦 辣 咸 或者是混合口感 热带风情 甜而辣 好的 甜而辣的热带风情 这将是一款非常有趣的鸡尾酒 第四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果汁 或者糖浆来调味 菠萝和椰子 好的 菠萝和椰子的组合将为鸡尾酒增添热带风景 第五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酸味元素来平衡口感 例如 柠檬汁 酸橙汁 葡萄柚汁等 青柠檬 好的 青柠檬的酸味将与甜味和辣味很好的平衡 第六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辣味元素 例如 辣椒 生姜 肉桂等 墨西哥辣椒 好的 墨西哥辣椒将为你的鸡尾酒增添一点刺激和热情 第七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哪种颜色 例如 红色 黄色 绿色 蓝色等 金色 太阳的渐进成红色 好的 金色到成红色的渐变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非常诱人 第八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装在什么样的杯子里 例如 马提尼杯 高脚杯 短脚杯 椰子壳等 椰子壳 好的 椰子壳将增加你的鸡尾酒的热带风景 第九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搭配什么样的装饰 例如 散 水果片 花朵 草莓 糖棒等 小散和花瓣 好的 小散和花瓣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加浪漫和可爱 最后一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特性 例如 冒泡 冰冻 烟雾 发光等 冰冻 发光 这是我为您设计的鸡尾酒效果图 希望你满意 请给这款鸡尾酒几个名字 再写一段介绍 然后告诉我详细的做法 好的 让我们称这款鸡尾酒为热带浪漫之光 介绍 热带浪漫之光是一款充满热带风景和浪漫气息的鸡尾酒 它的颜色从底部的金色渐变到顶部的太阳呈红色 就像夕阳下的热带海滩 它的口感甜辣 像是热带夏日的热情与活力 也用时 你会感受到狼母酒的甜美 菠萝和椰子的热带风味 青柠檬的酸味以及墨西哥辣椒的四季 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元素 那就是冰冻和发光 让你仿佛置身于热带夜晚的海滩 享受着浪漫的氛围 做法 原料 狼母酒60毫升 菠萝汁30毫升 椰奶30毫升 青柠檬汁15毫升 墨西哥辣椒适量 冰块适量 不瘦 将狼母酒 菠萝汁 椰奶和青柠檬汁倒入调酒壶中 加入切碎的墨西哥辣椒 加入冰块 然后用调酒器摇匀 将鸡尾酒倒入椰子壳杯中 注意保留一些空间 以便加入冰块 用小伞和花瓣装饰你的鸡尾酒 在黑暗的环境下 你的鸡尾酒将发出美丽的光芒 这款鸡尾酒适合在浪漫的晚餐 或者热带主题的派对上享用 它的甜辣口感和热带风情 将带你进入一个浪漫和神秘的世界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1月26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现在订阅 中国加倍采取措施修复经济 并抵御金融危机 美联社 中国实施了新政策来支持金融市场 并刺激经济增长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阻碍了 该国从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 央行已降低了银行准备金要求 并发布了鼓励银行向房地产公司提供更多贷款的规则 2023年中国经济将以5.2%的年增长率增长 但经济学家预计金明两年将放缓 政府的目标是稳定市场 提振信心并为年轻工人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 需要更长期的改革来维持强劲增长 中国商务部誓言2024年将提振消费和外国直接投资 彭博社 中国商务部宣布2024年为促进消费年 旨在重振需求吸引更多投资 尽管去年外国投资有所下降 但中国当局强调外国投资水平仍然较高 并指出已经实施了24条计划来吸引海外企业 政府还计划推出刺激支出的政策 包括鼓励以新车换旧车和旧假点 然而外国企业对2024年并不乐观 许多日本和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吸引力表示担忧 国家能源局 2023年中国采用新技术的储能容量几乎翻两番 南华早报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 中国的储能容量在过去一年几乎翻了两番 到2023年底达到31.39几瓦 同比增长超过260% 自2021年以来 该行业的投资已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139亿美元 国家能源局表示 锂离子电池储能占中国产能的97% 其余新兴技术占据了剩余部分 中国的财富保值社会对黄金的需求增加 进口量创历史新高 南华早报 由于人民币疲软 房地产暴跌以及股市崩盘的担忧 投资者寻求保护自己的资产 中国对黄金的需求创下历史新高 包括金市在内的非货币用途黄金进口量达到1447吨 打破了2018年1427吨的历史记录 中国黄金销量也达到1090吨 金市消费量同比增长7.97% 购买量同比增长7.97% 金条和金币增长15.7% 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 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着财富缩水的局面 他们纷纷转向黄金来保值财富 恒大面临罕见听证会 可能导致清算人选择 彭博社 违约开发商和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象征 中国恒大集团正在香港面临听证会 可能导致法院任命清算人 听证会包括罕见的以监管令个会议 这意味着法院将监管清盘程序 可能包括任命一名清算人 这次监管令听证会的安排不同寻常 凸显了恒大关键一天的潜力 任何关闭恒大的命令 都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连锁反应 并削弱人们对房地产业的信心 中国股市失去的十年意味着 重新获得信任需要一场艰苦的战斗 彭博社 自2013年底以来 MSCI中国指数以下跌约17% 同期美国和印度的股市指数 至少上涨了一倍 对于那些相信中国经济增长故事的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记录 但他们却受到突然爆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不可预测的监管打压 以及国家对私营企业日益加强的控制的打击 美国准备在泰国会谈中 就胡塞武装红海袭击向中国施压 南华早报 在与美国高级官员为期两天的会谈中 中国可能会被迫干预红海袭击事件 美国敦促中国就这些袭击向伊朗施加压力 伊朗支持的胡塞民兵声称 这是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回应 截至目前 中国已表达关切 但尚未正式谴责胡塞武装 然而 尽管中国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 但它还是暂停了经过该地区的过境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愿调解是因为不想卷入中东冲突 中国预计农历新年期间游客数量将下降14% 日经亚洲 中国政府预计农历新年出行高峰及春运 期间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数将减少14% 政府预测在40天的春运期间将有18亿人次乘坐公共交通 比2023年农历新年的预测减少了近3亿人 政府还首次将私家车出行纳入预测 预计出行人次将达到90亿人次 闯历史新高 分析师对这个数字持怀疑态度 因为很难追踪使用私家车的人数 中国透露英国公民因间迭罪被判入狱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外交部透露 一名名叫伊恩斯通斯的英国公民因间迭罪于2022年被判处5年监禁 被告人被指控犯有为境外行为者非法获取情报罪 斯通斯在中国为通用汽车和辉瑞等美国大公司工作了40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法院以依法审理此案 并安排英国官员探望斯通斯并旁听庭审 中国越来越多地公布西方国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 并呼吁人们举报任何可疑活动 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当局声称拘留了一名被指控为军情六处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 但英国政府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 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生成用于商业演示的幻灯片 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的网络搜索和云存储平台Quark推出了一款名为AIPPT的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使用大语言模型LLM来帮助用户创建演示幻灯片 该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从各种主题中进行选择 例如在线营销活动或商业计划 然后根据设计模板生成相关的幻灯片 用户还可以自定义大纲和模板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继11月Quark自研LLM发布后 AIPPT也随之推出 Quark在线文档服务的订户可以使用该服务 每月费用为19元人民币 2.66美元 中国要求企业不要增持短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已要求部分投资者 不要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 发行的一年期以下美元债券的投资 这一窗口指导 AE发送给香港的一些中资资产管理公司 尽管他们被允许在二级市场出售这些债券 但已被要求不再购买更多此类债券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一直是中国政府提振经济的核心 其债券市场被认为相对安全 然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今年面临创纪录的到期债券数量 发行一年以内到期的美元债券已成为这些平台的流行融资策略 中国呼吁胡塞武装停止袭击红海航运 彭博社 中国呼吁胡塞武装停止袭击红海航运 引发对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 此前有报道称 中国官员要求伊朗干预胡塞武装 否则可能会损害与北京的商业关系 尽管中国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并大量出口到欧盟 但中国基本上避免卷入红海冲突 胡塞武装的袭击扰乱了国际贸易 增加了亚洲和北美托运人的成本 中国对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表示批评 称这些袭击是袈裟危机的一出效应 香港外汇基金2023年表现 南华早报 勇于捍卫本币的香港外汇基金在2023年出现强劲反弹 该基金的投资收益达2127亿港元和272.7亿美元 而2022年则创下了2054亿港元的创纪录亏损 这是第三次继2017年、2019年和2020年之后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佳盈利 该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长期项目 以捍卫港元免受对冲基金和货币交易商的攻击 该基金将其投资的72%分配给债券 12.3%分配给离岸股票 6.6%分配给存款 5.1%分配给海外房地产和其他私募股权投资 4.4%分配给香港股票 中国敦促培养全球反恐和腐败的法律人才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检察官英勇呼吁培养具有打击海外恐怖主义 腐败和网络犯罪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 此举反映了北京希望在国际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特别是在面对与美国及其盟国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情况下 对国际法律专业知识的重视表明 中国承认需要了解复杂的跨司法管辖区事务的专业人士 此举也凸显了中国在制定自己的海外追讨法律框架 以及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 美国立法者采取行动禁止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参与军事联系合同 南华早报 美国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提出一项法案 阻止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与美国政府开展业务 原因是担心这些公司与中国军方的关系 该法案特别提到了华大基因和耀明康德等实体 指责他们与解放军实体合作 并协助将美国公民的基因数据转移给外国对手 此举标志着华盛顿对中国公司的技术禁令升级 可能对两国的生物技术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各省份在未能实现之前的目标后 制定了2024年温和增长的目标 美国雅虎 随着经济继续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中复苏 预计中国将设定2024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 去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 达到了政府的目标 然而 在地方层面 中国31个区域经济体中有15个未能实现2023年目标 长期的房地产低迷私营部门疲软和国内消费疲软预计将继续拖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些分析师此前曾建议放弃GDP目标以实现更灵活的政策制定 中国警告警惕 一国美女而间谍陷阱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国家安全部警告其公民 一国美女而代表外国间谍机构试图敲诈他们构成危险 该部援引了一名男子被拍裸照 然后被勒索交出机密信息的案例 专家认为 此类警告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不安全感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 该部还一直在公布一些人因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案件 其中包括一名涉嫌为英国军情六处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 高盛看好中国债券 认为人民币升值空间不大 彭博社 由于预期北京将继续放松政策以支持增长 高盛建议持有短期中国政府债券 该行还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放松利率和存款准备 金率 然而高盛对人民币不太乐观 认为今年人民币升值空间不大 该行认为 鉴于支持国内增长的需要 目前强势货币并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芯片限制威胁人工智能繁荣 英伟达和台积电首席执行官在台湾会面 南华早报 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会见台积电首席执行官 讨论人工智能芯片的供应限制 台积电是NVIDIA芯片的生产商 该芯片为全球大多数生成是人工智能训练系统提供支持 在美国禁止英伟达高端芯片运往中国之际 黄仁勋在四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大陆之后访问了台湾 黄仁勋此前曾警告称 美国的制裁可能会导致中国公司开发自己的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替代品 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美国科技领导者的利益 中国暗示将推出更有针对性的刺激措施 美国雅虎 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已概述了将资金引入经济关键部门以促进增长的计划 在提前几周宣布超预期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后 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准备将信贷引导至特定领域 削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下调政策利率 2月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以阻止股市下滑并促进经济增长 摩根士丹利下调中国股市目标 上调日本东正指数预期 彭博社 由于盈利增长放缓和估值假设减弱 摩根士丹利已将MSCI中国指数年终目标从之前的60点下调至53点 这意味着今年基准几乎没有上涨空间 与此同时 该券商将日本基准东正指数的预测从2600点上调至2800点 中国和日本股市之间的表现差距 三十四万七千五百零一元人民币 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七美元 此次查获行动正值中国打击其认为的全球犯罪团伙之际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离开家园 这些犯罪团伙已经扩展到中国境外 王毅与沙利文将在曼谷会面 日经亚洲 据中国外交部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定于本周末在曼谷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这次会议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举行会谈之后举行的 双方同意深化两国之间的对话 会议将重点讨论保持战略沟通 负责任地处理两国关系 沙利文还将与泰国总理斯雷塔塔维信和副总理帕恩普里巴西达努卡拉会面 讨论加强在双边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恒大旗下恒大子公司以1940万美元出售汕头项目股权 南华早报 中国恒大集团旗下恒大地产集团月东已同意以1.376亿元人民币 和1940万美元出售其在汕头恒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65%股权 该公司在等待债务重组建议结果的同时继续削减资产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恒大及关联方欠汕头恒蒙的部分3.76亿元人民币债务将被免除 改交易预计将为恒大带来约3.04亿元人民币的收益 尽管荷兰与美国达成秘密协议 ASML在中国的销售额仍大幅增长 日本时报 去年 美国和荷兰达成一项秘密协议 限制ASML向中国供应芯片制造设备 然而 该交易并没有阻止ASML设备对中国的销售激增 因为荷兰政府允许向中国增加出货量 以弥补其他地区需求疲软 该协议最初旨在作为美国新出口限制本月生效之前的一项临时措施 但马西支持的风险债务工具推出中国基金 日经亚洲 但马西支持的风险债务工具Innovain Capital推出了第二支基金 Innovain China Fund 2 为中国高增长的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资金 该基金的目标规模为2.5亿美元 目前已筹集1.3亿美元 其中包括作为主要投资者的Innovain Capital本身 以及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款 自2017年以来 Innovain Capital一直是中国风险债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已为中国100多家高增长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 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3w.6dubrief.com 六度旅行管家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Elofen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六度职场加速器 帮你提供职场建议 登录或注册六度世界 选择机器人小图标 再选择六度职场加速器 就可以开始了 你好 很高兴能够帮助你制定职场提升方案 让我们开始吧 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 目前是华尔街一位分析师 很好 华尔街分析师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位 你目前的年薪是多少 目前年薪是十万美元 了解了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 你对你目前的职业满意吗 如果不满意 你希望改变什么 不满意 压力太大 而且今年裁员很多 我担心我的工作 明年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也会被裁掉 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你的担忧 转型为自由职业者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你希望转型 为什么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有没有特定的领域或行业 你特别感兴趣 我想考虑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你可以利用 你在华尔街的经验和知识 你有企业管理或创业的经验吗 没有 了解了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是否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新的技能 如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等 对 愿意 很好 这是成功的关键 你的理想年薪是多少 你希望在多长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 理想年薪与现在持平就可以 希望3-5年达到 这是一个实际和可实现的目标 你对财务咨询公司的运营有多少了解 你知道如何获取客户 如何定价你的服务吗 不知道 这是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地方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发展计划中 每天 每周或每月 每天三个小时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发展 你有没有考虑过寻求专业的指导或者咨询 例如找一个导师或者参加一些相关的课程 可以考虑 好的 了解了你的情况后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职场提升方案 技能提升 由于你计划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 你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包括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 客户关系管理等 这些技能会帮助你更好地运营你的公司 推荐的书籍有 创新者的窘境 从零到一 和精益创业等 获取客户和定价 你需要了解如何获取客户和定价你的服务 这需要你进行市场调研 了解你的目标客户群体 以及他们愿意为什么样的服务付费 推荐的书籍有 价值定价和销售圣经 寻求专业的指导 找一个有经验的导师或者参加相关的课程 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学习和成长 推荐的课程有Coursera上的 企业战略和市场营销原理 时间管理 你每天有三个小时 可以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发展计划中 你需要合理安排这些时间 确保你的学习是高效和有产出的 推荐的书籍有 时间管理的艺术和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保持积极的心态 转型为自由职业者是一个挑战 但只要你有决心和毅力 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推荐的书籍有 心流 最有体验心理学和自控力 希望这个方案可以帮助你在职场上 取得更大的成功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快 一转眼又到了周五 过去这一周怎么样呢 如果您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股市经营的不如意 那过去一周可能对您来说还是相当心情轻松的一周 那我们看到根据EPF的数据报告 中国股市在过去单周流入达到119亿美元 这已经是创下了2015年夏天以来的最大单周流入 而整个新兴市场也是流入了121亿美元 现在也是破了单周的最高记录 但是我们说一周的突然的股市上涨 到底能不能够坚持下去 2024年还刚刚开始 未来的一段路还很长 不过呀 今天的股市也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有药民康德 药民生物 以及华大基因 等一系列中国生物制药企业 股价却出现了极大的跳水 现在呢是百分之十百分之十几的速度 股价遭遇血洗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与国会的一个提案有关系 这个先生有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药民康德啊 他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的这个股价就出现过剧烈的波动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 关于药民康德 这家公司的这个新闻呢 也是不少 来看一下药民康德最新的一个回复 那在北京时间1月26日的晚间 药民康德有一个公告说 公司也是注意到2024年1月25日 提交给美国众议院的 有一个生物安全法案草案版本中 自己的公司药民康德就被提及 那这个文件其实就提到了这么几点 包括无锡的药民康德 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无锡药民康德在中国大陆协助了军民融合活动 无锡药民康德接受了一家名为 军民融合精选混合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以及无锡的药民康德向解放军的研究人员颁发了奖项 邀请了解放军的研究机构参与公司奖项的评选过程等等 那么来看一下药民康德的CEO怎么说的 那药民康德对于这个提案 他们的CEO陈志胜是回复中国一家媒体就说 这只是一个反华议员的提议 到变成法律也是极小概率的事件 而且要比较长的几年的时间 个人也是没有在 陈志胜也是自己也说 如果我没有在军方任何机构任职啊也会尽快的做出更多的澄清啊 但是啊虽然说啊这个提案到法案确实是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啊这一个提案反映在股价上确实是实打实的现实啊啊 那不知道这个各位如果是屏幕前有在药民康德工作或者是跟药民康德有关联的呃公司的这个在职的人员或是这个看大盘的人会对这个药民康德以及中国生物制药方面在被美国政府盯上啊作何感想啊 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啊 那么在美国国会的这一份提案中提出药民康德可能涉及解放军的证据中啊 有这个基金行业的从业者看到其中一条也是忍均不禁 是什么呢 说啊药民康德曾经接受相关的这个投资啊 叫做军民融合精选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基金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啊这样一个采概念的基金在2020年的时候呢 买了很多的生物医药 但是现在呀被制成的美国对于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可能涉军啊 涉及解放军军民融合业务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那么也知道很多公务的基金经理啊 在业内也是也不靠谱著称的基本上就是销售员啊 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水准在业内人士呢 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嘲讽 但是有关于解放军医院兼职教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明先生有关于解放军的这个研究机构啊 包括军民融合本身到底是和解放军怎样的一个联系 能不能请你简单澄清一下 OK军民融合是向美国学习的 美国的军事科学的技术的发展 以及它的这个军工企业的达到非常高的水准啊 那么跟它的军民融合政策有关 原来的解放军是一个封闭体系 军方就是军方啊 民间就是民间 那么平时搞一些军民联欢会啊 那都是做一下表面的文章 现在就不一样了 学习美国拿很多的军方的项目啊 甚至军方的企业的产品的生产啊 可以民间进行招标 或者是进行这个合作啊 那么美国的很多的院校啊 比如说卡列基梅林 著名的这个计算机 比如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吧 比你们的这个麻省里根啊 和斯大夫大学 应该至少是评几评做 甚至他们可能更厉害 那么这个里面的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国防系统啊 给予的强有力的资金帮助 那么呢 使这个计算机科学啊 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那今天我们民间使用的 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互联网 大家都知道 这个里面GPS 对吧 这都是来自于美国军方的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那一种贡献 那中国就是在过去几十年 就开始了 好像十几年了吧 就是广泛的利益 民间的力量 和这个军方进行一种结合 这种结合呢 现在看起来成绩还是不错的 中国的比如说 军舰的造舰人的速度很快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果 如果你是军方 像按照原来的方式 是军工厂 都能生产 那民间的这个造船厂 没有什么关系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 但是这个怎么化回军方 怎么化回这个民间 现在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起 那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其实范围就非常广泛 就像什么国防妻子啊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问题 你真正细织起来 很多其实跟国防没有关系 但是你掉到那个里面之后呢 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使美国的打击面会越来越宽 宽了之后呢 慢慢就会再等伤害到整体的 这个全球的生产链 好 谢谢这个何平先生的介绍啊 那我们再说到啊 有关于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 其实近期得到投资界 很多人士的关注 特别是基因技术的进展 以及基因可能和AI的结合啊 那么中国呢 如果我们看到在研究方面 在这一方面投入也特别多 稍后我们还会对这个话题 进行更多的介绍 接下来要说到这个话题啊 也跟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裁 或者禁运有关 有一家荷兰的企业 叫做ASML光刻机阿斯麦 现在啊 在整个芯片行业 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兴趣 但是美国对这一家企业也非常的警惕 特别是担心 如果这一家荷兰巨头的光刻机设备 特别是最先进的EUV以及DUV流入中国 是不是可能会帮助中国的芯片野心 继续增长和膨胀 来自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啊 就像我们揭示了这个故事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原来在去年美国和荷兰啊 达成了一项秘密的不公开的协议 基本呢就是希望可以约束ASML向中国供货 但是却没有阻止这一家荷兰企业继续向中国提供相关的设备 这一项秘密协议啊原本是在今年正式限制措施生肖前的权宜之计 主要是美国希望阿斯麦呢不要把已经成熟的光刻机设备DUV相关的情况陷入给中国 但是这个ASML方面啊 却没有遵守当时和美国的秘密协议 而我们看到在去年的12月 反而是出现了向中国出口激增的情况 普遍认为是中国公司敢在禁令生肖之前囤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向阳有没有关注到 有统计显示啊 中国已经在2023年成为了荷兰这家公司阿斯麦的最大的市场 那中国的企业在即将施施的这个出口禁令前是大举购买设备 那光是在2023年的12月 中国从阿斯麦进口的这个相关的设备金额总计就高达了11亿美元 年增幅是1000% 那相比11月呢也是增加了44.2% 在去年整个第四季 中国就从阿斯麦进口的整个的这些设备呢 就达到了25.352亿美元 那根据阿斯麦的执行 这个他们的这个CEO温尼克的说法 那他们说阿斯麦在中国90%的业务 其实都是和成熟的技术有关 那纵观全世界啊 其实阿斯麦也是最尖端的芯片生产设备 制造芯片制造最尖端芯片的这个生产设备的唯一制造商 那有知情人士就说啊 其实阿斯麦并无违反协议的这个中美国和荷兰协议的这个内容 那根据荷兰外贸部回应彭博社的说法 那荷兰的政策与伙伴就出口管制进行持续的对话 但是目前阿斯麦生产的这个DUV式的光刻机以及同 还有EUV光刻机不一样 那到今年才被禁止出口 那之前换句话说就是之前你中国下的订单 那我们收了订单也得做啊对不对 那中国是利用这个之前下的订单以及收到的设备去来生产7纳米相关的芯片 那去年夏天华为再次推出5G手机 大家可能也会记得 那么在去年10月的时候 这个华盛顿方面是单方宣布了限制外国公司出口DUV机器的一个新的限制 那还有一个根据早前彭博社的另外一篇报道 在美国是今年年底就要求阿斯麦立即停止向中国客户运送部分的设备 那随着阿斯麦对中国的销售的增长 一些竞争对手在中国的销售份额也是下降的 我看到这个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那禁令是已经生效了 那如果是之前的订单啊 之前的订单都消化完毕之后 那阿斯麦生产的这些设备 或者是说阿斯麦无法再从中国接收新的订单 那他自己公司怎么去寻求一个业绩的增长 因为毕竟啊 你全世界并没有第二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向阿斯麦持续的下订单来购买设备的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事实 那阿斯麦在2024年他的业绩是怎么做 那对于公司来说他们可能最头疼的是这个问题 那对于中国来说啊 他们可能要想的是那未来没有 个没有一个对阿斯麦设备的进口了 他们怎么去靠自己的实力去进行某方面的 我这个小杨基本上点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英伟大卫现在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这么跳 对吧 那么这个阿斯麦其实 这个韩国 日本 台湾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 当这个生产变化之后 你我的生存的能力在哪个地方 如果生存能力不能解决 你觉得这个精灵能够进行下去吗 而且不仅是这些企业会产生一些影响 全球的半导体的整个的产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未来的下一届的政府会不会有什么改进和调整 这一届的政府 美国的政府 中国政府 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其实对于阿斯麦来讲 他为什么跟美国有这么一个秘密协议的这个里面有两点 第一呢 美国力量太强了 不能得罪 对吧 上游的这个基础来自于这个美国还是一方面 六个是在这个国际社会也愿意得罪美国的不多 但是对于阿斯麦来讲 有另外一个问题 在法理来讲 他没有办法就是说 我生产一个菜刀 是分给别人去砍肉还是杀人 法律上是没有这个条款的 其实从理论上来讲 阿斯麦给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转给中国 他一点都不违反原来的这个条约 大家看看 这个法律上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芯片的动作 一开始我就有所怀疑 因为我发现的一个理由是 他在整个的全球的工业生态 尤其是新技术的影响实在是他大 不仅是中国 可能所有的人在这方面都是其中的受害者 美国政府有没有准备拿出足够的经费 去捕捉这些企业 其实我在我看起来的 补助都是一个无底洞 是一个无底洞 所以这个芯片的战争非常好玩 大家继续观察 好 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介绍 不过要说到 这个阿斯麦的美 这个美国方面给阿斯麦下的压力 阿斯麦即将离任的 这位首席之金官就非常的愤怒 之前是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不满 其实在荷兰的政界 美国方面的压力也是引起了两方面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立法者就认为 华盛顿咄咄逼人的姿态是过分了 那么直接是欺负荷兰最大的这一家公司 当然了 像荷兰的司法部长就表示 的确政府应该采取更紧切的手段 来禁止对于中国的出口 所以在荷兰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刚才想要和平先生谈到了市场在中国 其实不仅仅是荷兰企业 美国企业也是如此 那比如美国跟这个阿斯麦对标的这个Lam Research 其实之前有将近40%的业务都来自于中国 在去年不断的这个减少在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依赖 也是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压力 那么这个数字还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整个这个中国市场仍然是相当关键的 到底怎样平衡中国市场以及美国政府安全许可之间的压力呢 这个情况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讨论 不过说到中国市场 我们继续在在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昨天我们点到的一个名字 就是淡马锡 那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新加坡媒体的相关报道 就是淡马锡旗下支持的风险债务投资机构 现在要增设第二支中国基金了 这一次主要就是中国未来的增长点 以及科技初创企业在这个方面进行更多的限制 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持 那么这样的一支企业叫做创意投资 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了 在2017年设立之后的投资其实在中国是相当成功的 一直是在整个中国的风险债务市场表现不错 为一百多家高增长的企业提供了支持 现在我们看到四亿美元贷款中资助的九只企业 已经成为了独角兽 所以独角兽就是市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初创企业 那么Innovan资助的六家企业现在已经是成功的完成了IPO 而这一次第二期的创意投资主要集中的是哪一些方向呢 根据公司介绍主要是在深度技术战略服务 以及消费医疗保健和碳中和这一些方面 现在Innovan在中国是大步向前 似乎也是看准今年中国一些新兴的增长点 那何兵先生我就想请问你了 现在基金对于中国基本上是两种态度 有的人是望而却步 有的像淡马西这样的风头 淡马西旗下的这一只风头对于中国市场又引发了某一些关注 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会出现新增长的新兴产业部门 那你认为这种思路是不是有可能这一年赌对了 这个在思想宣传报早几天我们其实是上个星期两个星期录制的一个节目 你如果翻开西方媒体都是一片唱谁中国的经济 讲的理由其实大家几乎是一样的 好像都是互相抄袭这个小作文 没有什么真正的洞见 但是即算是有一些人想去投资这个中国也开始跟大家讲 我们投资不是真的我们是叫逆向操作 但是不管是逆向操作还是怎么操作 大基金其实在早下天已经悄悄的进场了 悄悄的进场了 这市场信息报跟我们的投资者跟我们的网友的一个小礼包 那么比这个外界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大马席这个公司啊 它是在昨天我们的华尔街论坛讲到了 一方面它的资本所有权是国家的 是政府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整个的运作的手段是目标 或者是经营 基本上是按照市场规则的一种运行的方式 所以你就看到一方面 讲起大马席 底级很足 钱带很深 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灵活 它们的敏锐 它们对市场的了解 虽然在过去这些年 它们也有过一些的实所的地方 但是整体来讲 表现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抛开一般意识形态 抛开你的无知 抛开你被这个错误的信息的误导 中国的市场毫无疑问 在未来一二十年 仍然是不但是最值得投资的地方 很有可能它的回报 比新鲜市场还要稳健 因为你对中国的情况的掌握 或者是中国政府的某一种稳定性 其实是超过新鲜市场的 因为新鲜市场就跟中国的过去这些年发展一样的 它有某一种程度的风险性 其实中国未来的风险性 在我看起来 其实是跟现在的判断是相反的 也是稳定性是越来越强 它只有可能走向更开放的途径 而不会走向更保守的环境 那我相信了这个新加坡 大马西他们不仅是有自己的专家判断 跟他们的政治家 他们的政客和中国的这种交往 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领导人和各个部门 好像在新加坡都有一个台北的待遇 在他们的信任程度也比较高 所以我相信他们掌握的情况是比较准确的 好 谢谢和民先生介绍 不过这里说到淡马西 我们再继续讲一讲 昨天我们谈到了有关于国企 是不是走淡马西模式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这一支Innovan 到底和淡马西是怎样的关系 实际上它是淡马西的全资子公司 还有和新加坡最大的贷款机构 之一到大华银行这样一家合资企业 那么这一次 它在中国的这一款基金目标筹资是2.5亿美元 目前是已经筹集到了1.3亿美元 既包括Innovan本身作为投资主体的这一部分 还有非常有趣的一点 剩下的部分来自哪里 来自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提供的资金了 所以这个未来在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金融管理 和融资方面是不是可能借鉴某一种新加坡模式 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留下一个问号 我们看到一个百分之百由新加坡财政部 理论上来讲控股并且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淡马西 但是在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是相当专业化的 其中到底有哪一些门道 到底进行了怎样的管理层的管理 或许这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改革的某一种先机 今天我们为大家留下悬念 或许未来在思想先决报 您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更多的分析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 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awful Sea海滩 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 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 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